主席 主席同仁 金管会的官员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请主委 主委请 主委好 主委好 今天要谈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本席在这边稍微咨询一下 就是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 我们金管会做的这个程度 状况是如何 那么本席想请教 现在银行真信啊 最重要的资料库是什么资料库 在联贞中心 是联贞中心 是 那么联贞中心啊 如果它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面 这个是银行报上来的 会员银行报了 会员银行报上来的 如果会员银行与客户之间 发生了一些资讯上的落差 或者是一些争执 联贞中心该如何处理 它假设有争议 可以跟联贞提出说明 消费者本人是否会知道 它与银行 会员银行资金的争议 被记录在联贞中心的资料库里面 个人假设有疑意 可以向联贞申请 个人要知道 对 如果个人是 你认为个人会知道吗 假设有疑意 可以来跟联贞申请 你有没有做过调查 到底有多少消费者了解 他的资料本身 在这个联贞中心的资料库里面 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有争议的 而被记录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了解过 其实联贞中心 类似消费者来查询 有争议的部分 其实个案非常非常的少 我跟您报告 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本席甚至要准备开记者会 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本席在这里提醒 有关消费者跟会员银行的争议 而产生的一些资讯上的落差 它必然会影响到消费者 未来跟其他会员银行的 一个交往关系 但是本席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你经管会 负有消费者金融保护的一个责任 换句话说 经管会有必要 在平时就要积极的宣导 当个人与银行之间 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之间 产生争议的时候 他对于自己的资料的保护 该如何进行 我相信99.9%的民众 都会很天真的认为没有问题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会希望 联征中心来做更多的宣导 不过您讲的这些个案 其实您也有收集资料 其实个案非常的少 但是被注记得非常的多 您也拿到了资料 其实个案非常少 被注记得非常多 所以本席要求的是说 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在经管会在做宣导的时候 必须要强调这一部分 不是说你有任何问题 只要跟金融消费者的 评议中心去进行沟通 而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资讯 可能会被误解 没错 其实上游的部分就宣导 本来对消费的 您在这里我建议 我建议你的基金会 也应该做一个民调 就消费者的金融知识 特别是他的权益的部分 他们的了解的程度是多少 而必须做 应该调整你的这个所谓的内容 教育的内容 或者是推广的内容 让消费者真正知道 他发生任何的争执 跟金融机构发生争执的时候 他如何 他该如何保护我们 保护他自己 各位委员报告 消费者评议中心 他的业务 不只是做评议 有关消费者权益的宣导 其实也是重点 我知道 所以我说你现在资讯上面 我没有这个资讯嘛 所以你应该做这个调查 然后根据这个调查 每一年事实上 都应该去做类似的调查 去了解消费者 对他的权益的这种保障 这部分我没强化 该如何做 好吧 谢谢 好谢谢 第二个 您刚刚提到 我想请问一下 银行的公共病 跟打亚洲杯有关系吗 跟委员报告 假设这一家 金融机构的规模不够大 怎么走出台湾 去打亚洲杯 规模大 不一定可以打亚洲杯 但是规模不大 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我想请问的是 公共病是不是要去打亚洲杯 我只是问你这个问题 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病完之后 有规模够大 另外 它体质也健全了 才有这个能力去打亚洲杯 我想请问一下 很多台湾的银行界都认为台湾的银行太小 希望要合并 那金管会第一个 你金管会的立场是对于公跟银之间 民之间的合并啊 你们的立场是什么样子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金管会是强调 认为整个金融机构必须进行整病 那民间并民间的部分 我们乐观其成 那其实 主委 是 我们台湾的金融业 金管会有没有做过评估 哪些叫做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 当然 有没有 有 那你说这些系统性的重要金融机构 他们规模做不够大 有关涉及到系统性的 会有系统性危机的 基本上是银行跟保险 那他们这些SIF 这些SIFI的这些机构 机构本身啊 他们如果要进行合并的话 金管会同意吗 基本上 假设是双方 假设是双方的协议 那经过审慎评估 我们是赞成的 你们是赞成的 那他对于这个 对于整个市场的垄断的影响 会不会 你担心 这个部分 必须会经过公平交易委员的核准 我跟你说明啦 其实 其实银行并银行 如果说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 再合并的话 你们真的要非常小心 跟委员报告 台湾地区前三大机构占25% 新加坡占94% 澳洲占75% 那他就不叫系统性重要的咯 他如果倒闭的话 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那不然的话定义上就自消矛盾了嘛 不会自消矛盾 我跟您再说明一下 银行并银行以现在的规模 早就没有经济效益了啦 我再跟您说明一下 如果公共病打亚洲杯 我不管打哪里的亚洲杯 去看一看文献报告 所谓的国际化 它跟风险的关系 金管会是要管风险的哦 我不是说你反对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当然 当金融机构合并 不要一味地认为 走打亚洲杯就代表好 它代表的是风险 这个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一向都很注意 但是我就回答您的问题 假设这个问题 当然随时注意 整个系统性的风险 但是假设 为什么新加坡 前三大而九十四 他们就不care吗 他们照样care风险啊 请问新加坡的这些银行 后面的最大的老板金主是谁 真正政府的不多 那澳洲 澳洲 前三大 百分之七十五 纯民营 那你讲 为什么不讲美国呢 美国四十三 一样 我跟你说明了 其实今天做过研究了 国际化 你自己要知道 它代表的风险 它没有分散的好处 它没有分散的好处 所以这点 一定要请你特别留心 是 不要 金管会不要一味地 跟社会去做一些 民粹式的说 打亚洲杯 那是个人的自我炫耀 但是在风险管理上 它是不利的 没有错 其实 风险的管理 也是配套之一 谢谢 我到时候再跟你讨论这些事情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李登尔委员的发言 有点特别